细致的新山梦湖风景优美 每逢假日总是有大量游客前往 本来狭窄的连外道路 现在已经有经费可以拓宽 现在市府已经进场施工当中 但是梦湖路中段有一个路段 因为没有在拓宽规划范围内 加上路面已经有凹陷 路边搏坎也有安全上的顾虑 7日这天上午 议员周亚林服务处和相关单位人员 就到了现场会刊进行了解 系纸梦湖路假日人车都很多 让原本窄小的梦湖路汇车困难 虽然说市府已经开始进行拓宽工程 不过这一段中段道路 却因为没有被规划在拓宽工程当中 未来可能成为唯一的瓶颈路段 整起这个经费之后 那目前你在施工当中 那我们发现到说 当初我们所要求的一些那个 拨坎都要把它拓宽 结果发现到设计里面 并没有这一段那个拨坎坍塌的地方 要把它拓宽完成 所以今天呢 我们又邀请那个 那个相关的单位 来做一个会刊 这一段是我们新山梦湖最窄小 而且现在在归类 下面的基础也在崩塌 那我们在拓宽新山梦湖的工程里面 唯有这一段没有设计到 在好几年来的争取之下 包括地主同意书和拓宽经费 都在今年有着落了 相当不容易 但是偏偏这个瓶颈路段 包括了离溪流河谷过境 等等的诸多问题 而没有被规划在先前的 拓宽工程范围内 实在可惜 设计公司能够重新设计 把这个拨坎应该拓宽的地方 能够做一个挡土墙 做一个挡土墙 然后能够把这个路面拓宽 那我们旁边的水沟呢 也要把它填满 然后做一个L型的水沟 请农业局要以最快的速度 以灾害来抢救 不然的话 我们这条道路可能会 整个会塌陷下去 那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梦湖的道路 整个会中断 所以我们维护这条道路 我们希望说赶快来做 虽然周间上班日 梦湖路的交通还过得去 不过只要是假日 总是会形成交通问题 不但造成瓶颈也影响安全 尽速完成全面拓宽 才能有效保障人车安全 记者李一帆细致采访报导